大家好 我是薩姐 今天看了一個叫做香港民意研究所推出的 我們香港人民意調查計劃 第一輪的問題有五條 頭兩條指示市民對警察的觀感 有66.3的受訪市民認為警方在721事件與黑社會合作 62.2的受訪市民相信社會上有意見 認為警察之中混入了中國公安或武警的說法 後面三條是區議會及人權及民主法案意見 75.7的受訪者反對區議會押後選舉 67的受訪者認為選舉主任考慮選舉人的資格 是不應該考慮光復香港事概革命的口號 最後有63.6的受訪者支持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這裏梁啟致指五條問題的數據只有1年左右 莎姐有意見 第一這是哪個委託呢?還是自發性呢? 第二題目已經是本身有問題 什麼我們是香港人呢? 你要知道題目是影響後面的問題 而她的問題只是一面倒針對某一方面 但她同樣沒有問到一件事 你究竟是否覺得警察是維持治安呢? 或者你會否覺得警察用的裝備或治理的方法是合理呢? 即是她沒有問的 即是她也沒有說給人一個選擇 究竟現在的抗爭者是否過分暴力呢? 你明白嗎? 她只是一面倒針著去別人那裏 以及這個標題已經說明她自己的政治立場 我們是香港人 已經說明某程度上她自己的政治立場 而你弄清楚她這些問題 她說抽了一千人來訪問 什麼年紀? 她可以探索的 你明白嗎? 她說這些問題在網上被人投票 那你要知道在網上被人投票的問題 就算有一些是 亞學中的商店應該有抗爭 或者是大學生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都好 你要搞清楚 上網那些大部份是年輕人來的 即是說有一輩的老人家 可能六七十歲 五十歲 四十幾歲 她未必這樣上網 或是這樣時事上網 就變成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合理的調查 這是有一個tricky的位置 因為你如果用網上的話 你其實已經是生感一絕 即是所謂的外國主義的人 或者是生感一批老人家 生感一批我們 因為我自己的老闆五十幾歲 他不太懂得上網 五十多歲不太懂得上網 我看到有些和我差不多四十幾歲的那些 也未必很懂得上網 或者未必很常上網 他們就是將這批生了 那你就是全部下面的80後 90後 千禧後 這個是對他們很有優勢 所以這個調查我並不覺得 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標準 所以基於這樣他們就說 一面倒其實並不是 因為如果是那批80後 90後 千禧後 他們選一些問題 就一定是選擇針對 即是要香港獨立等等 證明他有條問題 他就說選舉的主任 不應該針對 國防香港時代革命而取消 即是類似是取消別人的資格 但你要搞清楚 如果他這批人 當中包括一些六七十歲 或者是我們這些年紀 我真的可以認識的問題 其實可能得出來的答案 又不是這樣的 可能會覺得 如果港獨我們 覺得他不應該入場 可能就會反過來 他現在就是用這些伎倆 而將… 即是叫做什麼 用這些伎倆去綁架一些意願 去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即是達到他的宣傳目的 其實我們很多人支持這件事 其實這並不是代表真正的民意 因為他本身那個東西已經是有篩選了 所以這個大家真的不要被他騙 因為有些人會看Youtube 可能一些老人家會看薩姐的Youtube 或者看其他人的Youtube 也會看新聞的 但他們可能根本就由始至終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即是你不要說他們 連薩姐都不知道他曾經出了這樣的調查 在網上 即是說他並不是全港去找人調查 其實他可能基本上就是在港大 或者是校園那些 才知道原來他有出這個 我是香港人的調查 你們想選什麼問題 其實已經是篩選了 所以這個並不可信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說我是香港人的話 其實你不可能只是針對某一邊 你也可以針對 其實你覺得現在香港法治是否OK 究竟現在學生做的事情是否OK 這些都是我小香港人可以做的問題 但當然他可能有做 但因為選過一班人 都可能是他們的人 所以這些問題就不出現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如果大家都覺得對的 就分享給其他人去聽 就不要只信報紙 因為報紙是星島日報 他很如實地報導 說這個民意調查 他們說的結論是什麼 但是這個民意調查本身就是有問題 好了 今次就說到這裡 OK 拜拜